好的,朋友们,周末晚上好,那今天呢我们还是一起来分享一道这个BST的这个题目,那么这道题目呢也是为明天的那个最小公共祖先打了一个基础,就是一个简化版的一个最小公共祖先的题目,好,那么我们来具体看一下这个题目吧。 那它是Licode第235题,叫做Lois the Common Sister of Binary Search Tree,那这是一道easy难度的题目,至于说为什么说这是一个easy难度的题目呢,我们接着往下看,好,那么在过去的半年内呢,我们发现零音,FB,微软,亚马和Adobe都有考察过这道题目,虽然是一道easy题目,但是考察的频率也不算低,那么它涉及的这个相关topic是tree,那我这边还会加上一点, 它其实是BST一个特殊的二叉数,好,那么题目具体讲的是什么呢,它说在这个BST里面呢,让我们去找到这个最小公共祖先,那最小公共祖先呢,它是两个给定的notes里面的最小公共祖先,那么它这边有一个definition of最小公共祖先, 它就是说在这个最小公共祖先,就是说两个notes,p和q,然后呢,这两个notes as the lowest node in tree,就是在这个tree里面的最低的这个node,然后使得什么呢,这两个node都是这个最低的node的这个后代,好, 那么它另外也讲说这个node呢,可以做它自己的祖先,就做它自己的后代这样子,好,那么例子呢,是这样一个例子, 它说一个binary tree,然后是这样一个binary tree,然后我们看到说它这个二和八的最小公共祖先,我们来看一下图吧, 二八最小公共祖先自然就是六啦,那么另外一个例子就是二和四的最小公共祖先,二和四, 那这个公共祖先呢就是二,好,那我们发现其实这道题目啊,就是跟一般的binary tree的区别在于说, 我们对它的这个node的这个value呢,都会有一个预判,因为我们知道说它一定是,这个root的这value呢, 它一定是比它左边来的大,比它右边来的小的,所以呢,这个也可以作为就是我们去判断它这个树里面的最小公共祖先的一个特性, 把它写下来,这个是一个这道题解题的关键,那也就是说,我们可以想象把这个题做一个, 做一个它的这个recursion也好,或者是声搜也好,然后如果说这两个,这两个notes,就p和q这两个notes在这个root的同一侧, 那就说明它有很大概率就是它还没有找到它的这个最小公共祖先, 那如果说它这个pq两个notes,两个节点已经是在这个root的两侧了, 那说明当前这个root就已经是它俩的这个公共,这个最小的公共祖先了, 为什么这么说,我们这样子,我们一边来实现这个代码,一边来解释刚刚讲的这句话, 首先呢,我们需要去做一个corner case的判断,就是说如果它root是note, 或者说root是等于其中的一个node, 那就很简单啦,直接就returnroot就好了,对吧, 这就是我们刚刚这个例子里讲到的, 比如说这个地方2和4的这个情况, 这个root就是等于其中一个节点, 然后呢,我就直接把这个返回,就是它的这个最小公共祖先, 好,然后呢,我们要进行的判断就是关于它这个root的值以及p和q的值的判断, 所以呢,我们需要先把这个这三个值取出来, root的值就是root.value,然后pq的值就是相应的note的value, 好,然后呢,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这道题最精华的部分, 就是关于这个DFS这地规的如何去拆解, 那我刚刚讲说就是pq在root同一侧, pq在root两侧, 这两种情况我们是要做处理的, 首先看到就是如果说在同一侧我们怎么办, 同一侧的情况呢,有两种, 一个是在它的左侧, Dvalue并且root的value是大于qvalue, 这样的时候就发现我们呢, 应该怎么样去把这个D规方程往哪里走, 往左侧走,对不对, pq,这样子是一种情况, 那么另外有一种情况呢, 还是在同一侧, 但是这个时候呢, 这个root的value是相对较小的那个值, 这样呢我们去返回的是root的right, 就往右边去接着做底规, 那最好的情况呢就是刚好在两侧, 结合我们直接就返回这个root就好了, 好, 那这样子呢我们就写完了这个思路, 我们先跑一下test case, else if root, ok, 有个typo, 上写了一个t, ok, 我们提交一下, 好的, 那么这道题呢我们就完成了, 然后再来复盘一下这道题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这道题是一个特别的最小公共子线题, 那我们只需要抓住这个bst的一个特征, 就是说你这个root的值一定是比它左边来的大, 比它右边来的小的, 那这个特征一旦抓住之后呢, 就很方便的帮我们解题, 这个做这个地规有了一个很简单的处理方式, 其实就是抓住这是pq两个节点, 是在root的同一侧还是在root的两侧, 那如果在同一侧呢, 我们就是要继续去往下做这个地规, 那如果已经在两侧呢, 就说明当前这个root就已经是我们要找的这个最小公共子线, 这样子直接返回就可以了, 好, 那么这道题目呢, 这个时间复杂度是on的这一个时间复杂度, 因为它需要去便利就是整颗数, 那有可能就是最早的情况就是要便利到整颗数, 就把每一个节点都访问到, 就比如说它可能是39或者怎么样, 然后它的空间复杂度上来讲呢, 因为它是做了一个地规嘛, 所以它就是一个oh的一个空间复杂度, h就是这颗bst的这个深度呢, 最优的情况就是这个logn, 那最差就是这个on的这么一个空间复杂的消耗, 好, 那这道题目呢, 我们就先讲到这边, 然后呢, 我们下次再见, 明天还会继续讲这个关于一般的二叉数的这个最小公共祖先怎么去秋节, 好, 那么大家晚安, 拜拜, 好的朋友们, 大家晚上好, 欢迎再回来我的频道, 然后今天呢, 我们来讲这个关于最小公共祖先的这个题目, 这也是一个蛮经典的一个题目, 一个爆款, 是Liko的第236题, 叫做Lois the Common Sister of a Binary Tree, 那这个题目它其实有一系列的题目, 我们就是包括昨天讲的这个BST的这个最小公共祖先, 然后今天讲的这个Binary Tree的一个最小公共祖先, 还有接下来我们还会讲到这个他的一些follow up的问题, 好, 那这道题目是一个media难度的题目, 然后呢他在过去的半年之内呢, 发现就是亚马FB还有微软零音苹果这些公司呢, 都考察过这道题, 然后这道题他说涉及的topic其实一个是trade的这么一个思路, 但其实我觉得就是我一会儿会用这个DFS的这个方法, 包括回溯啊, 包括地规啊, 这些核心思想去approach这道题目, 那我们先具体看一下这道题目, 他这个题目的意思, 然后对我们的一些要求是什么, 他说给一个Binary Tree, 然后去让我们找到这个最小公共祖先, 就是LCA, 然后并且说到它是two given notes in the tree, 也就是说这两个notes都是保证是在这个树里面的, 好, 那么他这边讲说有对这个最小公共祖先的这么一个wiki的一个解释, 说到最小公共祖先呢, 就是指说between two nodes, P and Q, 然后呢, is the lowest node in T that has both P and Qs, 它的叫什么后代, 对, 所以意思就是说在一个树里面, 我需要找到一个node, 这个node它是PQ这两个node的算是它的祖先, 那就是它的那么它这边有一个要求是最小的公共祖先, 也就是说the lowest node就是最下层的这个node, 并且使得这个node它的后代呢有PQ这两个点, 好, 那它这边给到我们一个具体的一个Binary Tree, 然后用两个example去解释了, 我们来看一下, 那第一个呢是说P是5, Q是1, 就是5和1这两个node, 好, 这两个node呢我们发现说5和1它的最小公共祖先应该是3, 对吧, 好, 那这条题呢就是说它这最小公共祖先, 嗯, 它这个求得的方式呢, 5和1这两个node并没有一个包含关系, 就是说5和1它是相对相对分开, 独立的两条两条路, 没有没有说这个5和1是5是1的祖先或者1是5的祖先没有, 这是第一种情况, 那么第二种情况呢它讲到说就是P是5Q是4, 那这个情况下呢我们发现说4是5的后代, 也就是说5本身就已经是4的祖先了, 所以它这最小公共祖先呢自然而然就是5了, 好, 那这两个情况呢就是题目里面给到我们的意思, 那这个例子呢我们怎么样用这个我刚刚讲说这是回溯也好地归也好这种思路去做呢, 我这边画了两个图, 这两个图Exactly就是例子里面的这个Binary tree, 那我现在就是模拟去走一遍这两个例子, 好, 那第一个例子我们讲到说这边P是5Q是1, 好, 那这个情况下它root是3, 然后我3这边呢我先往左边走好不好, 我左边走之后呢发现我这个5呢就刚好是P嘛, 对不对, 我已经遇到了真爱, 遇到真爱之后我就把这个5返回, 就告诉3说你这边我已经找到了这个我想要的其中一个node, 好, 返回到3之后呢, 这个时候呢我再去往下看, 再去往下看呢就是这边有个情况呢, 5再往左边走是6, 6不是5也不是1, 所以呢6这边返回给5的是node, 那我就用n好了, 然后另外一边呢因为6已经走到底了嘛, 那返回之后呢5再去看它右边, 右边2呢就是再走到7, 7也不是5和1, 我就返回1跟那儿, 然后呢在这边2去看到它的右边4也不是5和1, 也是返回脑, 那2这边呢只能返回脑给5了, 好, 这样子, 那这个时候呢我发现5左边和右边都是node, 但是它本身是p对不对, 那我就把5返回给3, 好, 同理我去到3的右边去看, 1, 1的左边是0, 0不符合要求返回一个node, 那8同样也不符合要求返回一个node, 那回到1的时候我发现1就是q, 那我就返回1, 这个时候呢我发现在这个3的位置上啊, 就是3左边呢返回了5, 右边返回了1, 也就是说3这个地方呢已经取到了pq两个node作为它的后代, 所以呢我们就把3作为这个公共祖先去返回, 也就是这道题的第一个例子, 好, 那第二个例子呢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二个例子, 他说p是5, q是4, 对不对, 然后入台是3, 那这个时候我们再往下走一遍, 一样的思路就是先走左边, 走到左边6不符合要求返回一个node, 然后呢2, 不是4也不是5, 返回node, 然后这个地方是4, 我返回4, 然后再往这边走, 往上走了之后, 我发现就是2这边, 我返回了一个4, 我再往上推, 那5这个地方呢, 发现5这个地方有了4, 并且它本身是5, 这个时候呢我就可以直接把5返回, 这个时候就直接把这个5return作为最后的结果就OK了, 好, 那大致的这个过程是这个样子, 我们再根据这两个思路, 我们去具体实现一下这个代码的部分, 好吧, 代码的部分呢, 首先我注意这个, 最后这个地规的这个出口是什么样的, 就是如果说它的root等于node, 或者说它的root等于其中一个p的时候, 其中一个node的时候, i的是p或者是q, 这个时候呢, 我就直接返回这个root就好了, 对吧, 好, 那么我们再看, 因为它要走到左边和右边两种情况嘛, 那我这个时候呢, 就需要去把左边和右边的这个root node去返回出来, 具体怎么返回, 它做了一个地规的这么一个操作, 它靠自己, 然后呢, 因为我这边是要不断的去往左边去探索嘛, 所以就是root.left, 然后pq是不变的, 然后呢, 这边是root.right, 还是pq交叉, 这个时候我拿到了左边和右边给我返回过来的东西, 我去边举个例子好了, 比如说这个例子, 在5这个情况下, 我的left是no, 然后我的right也是no, 那两个都是no的情况下呢, 那我就直接把5本身返回就好了, 但是我们找一个特别的例子, 就比如说, OK, 好, 这个例子的话, 我如果left返回的是no, 然后right返回的是具体的数值, 那我肯定就把这个具体数值, 值得这个node给返回上来, 对吧, 那如果说像这种3这个情况, 我左边返回是5, 右边返回的是1, 就是两边都不是no的情况下呢, 我就可以怎么样, 就把3返回作为3, 3就是我最后要返回的这个最小公共祖先的结果, 所以这是一种情况, 就是如果左边不等于空, 并且说我的右边也不等于空, 这样子我直接返回root就好了, 就是这边5返回的是5, 1返回的右边返回的是1, 然后呢我就返回3, 好, 那另外两种情况呢, 就是left和right都返回, 另外两种情况就是left和right至少有一边是no, 好吧, 那这个时候就return一下就好了, 就return那个不为no的那一边, 比如说left如果是空的话, 我returnright对吧, 然后如果反之, 我return这个left, 好, 这样子呢就写完这个代码了, 跑一下outless case吧, 哦哦, 这边看一下什么地方出了问题, 不等于空, 多了一个的, 好的, 提交一下, 这样子呢我们就跑过这道题了, 好, 这道题呢我们再来复盘一下, 这道题其实它重在对这个binary tree二杀数 做一个地规的应用, 然后就是看你怎么去考虑每一步它在做什么东西, 就是最重要的就是刚刚我画的这两个例子的图, 你每一步在往左, 在往下做地规的时候, 你怎么去处理, 它需要返回什么东西, 然后对于返回的不同的东西, 就不是说no或者是具体的node的值, 具体的node, 你处理的这个方式有什么区别, 这样就体现在这个地方了, 好, 那么另外呢就是它这边有, 它这边给的例子也很好嘛, 就是刚好包括了两种情况, 一种情况就是相对独立的公共祖先, 就是五和一是在不同的这个, 就是没有包含关系, 在不同的这个分支上面的, 另外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四和五, 它刚好五就是四的祖先, 所以呢就直接返回五这样子, 好, 那么这道题呢也是一个公共祖先, 这个题型系列题目的这个, 算是比较general的一道题, 然后呢我们接下来还会去看一些它的, 比如说一些follow up, 或者它的一些变形的题目, 哦对了, 这道题的时间复杂度上来讲呢, 应该是on的时间复杂度, 它这个n呢就是指说它这个整颗树上面节点的数量, 然后每一个节点呢它都是访问并且只访问一次, 然后呢这个空间上来讲呢, 就是它这个底规的这个空间的占用了, 就是一个oh的这么一个空间复杂度, 那么还是一样的道理, 就是它这个h最好的情况就是它是一个平衡的差数, 是一个logn的情况, 那如果是最差的情况, worst case就是这个on的这么一个空间复杂度, 好, 那今天这道题呢就先分享到这边, 然后希望整个就是地规它怎么走, 对大家有所有所帮助, 那今天是这样, 然后也祝大家晚安,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